为了强化内科地区通勤时段公车服务量能 台北市公运处统计搭乘量较高的9条内科通勤专车 协调公车营运业者2月14号起 建峰时段加开12班次 内科通勤专车服务将提升至142班 鼓励民众多达公车减少私人车上路 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内科通勤专车的一个 入网图的一个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目前是有19条的一个内科通勤专车的路线 那我们从天母北投士林到内科的部分 有4条通勤专车 那从新北市的卢州新庄 还有板桥综合土城新店跟系纸的部分 有8条的一个通勤专车路线 另外在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捷运站点 像市政府捷运站松山车站 民权西路跟捷运原山站的一个部分 都有通勤专车路线会到内科去做一个通勤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这边有统计这19条的一个通勤专车路线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搭乘需求比较高的路线有9条 就像右上表的那个路线的一个统计分析 那基本上是从新北市的系纸跟新庄到内科的一个搭乘的运量需求比较高 还有就是在我们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捷运站或是转型站点 像松山车站捷运市政府站捷运民权西路站 还有捷运原山站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这个部分9线我们就会去要求业者去做一个加密班次的一个规划 那经过供应处这边协调之后 那业者基本上他规划出来的一个班次的一个服务水准征班的一个部分 就像这路线班次跟时刻表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上午的一个尖锋时刻 会提供民众一个通勤服务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19线的一个通勤专车原本是130个班次 那这一次在2月14号有增加了上午尖锋的一个12班次 所以我们总计内科通勤专车的一个服务 有提升到142个班次的一个部分 9条路线在上班尖锋需求很高 都会超过40人次 加开后预估至少可以减换240辆汽机车进入内科 减换交通用色 这是我们通勤专车在这个内容是有19条通勤专车的路线 那我们发现这中间这9条确实需求有增加起来了 那我们就要遇到这个班次 这叫人次 里克量就有增加起来 所以我们就去要协调这业者在这个时候再增加班次 就是这个尤其在尖锋的时候能够增加班次 来服务更多的民众 增加一班我们用20个人去算好了最基本嘛 那我们增加了12班 12班除以20至少就240 那如果说这都是全部的车子移过来的话 当然最高就可以移转到240部小车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在很多种 我们能够努力多做一点 然后就少一点车子 我觉得这个就希望媒体都帮我们宣传一下 谢谢 那确实因为像我们局长也有带着我们去 就是说前几天我们有到各个站位 然后去询问一下 然后也了解一下 就近这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有没有一些改善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去那个内科的话 像港前路瑞光路这个很明显 其实拥舍的情况减少很多 那现场的人也 就等公车的人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公车速度变快了 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 我们会持续观察 那我觉得增加大众运输一定是一个方向 那另外我们也会看怎么样能够减少小车 如果说又做超过我们还可以再加 只要有需求我们就会加 我们就是鼓励大众运输 就是说你会有些类似公车的部分 公共运输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有点半培养 尤其他不到20个人 15个人 你现在培养上去慢慢就有人就跟着做了 就是这样 有些可能没有人 可能到满20人再做 再增加班次就来不及了 应该是 你看那个趋势 就应该要在15的时候就要趕快增加了 不能到20个人 那边做个说明 就半吸引半培养这样子 上班尖峰时段 对那颗上班的通勤族而言 就是场噩梦 常年无界的交通问题 有来政府与民间共同商议 从各方面赶上问题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 好 好 彈球战